男子跑到餐廳找櫃檯理論 旁邊朋友朝店員的臉上 忽了一個巴掌 接著開始動手砸店 扫掉桌上的平板 還拿百事狠砸櫃檯物品散為地 火爆場面在大年初古 宜蘭一間高級鐵板燒店 攀信男子請朋友吃飯 點了一人1900元的套餐 卻認為老闆招待的誠意不夠 面子掛不住 竟然找來另外四位朋友 找回店裡嗆瞎 師傅那邊有安排 就是把他的食材有升等 他可能會覺得這樣只是 就是好像少給他猜 可能有落差 跟他的認知有落差 店家氣不過提告 警方也依毀損恐嚇等罪嫌 傳喚嫌犯盜案 你走啊 嘿嘿嘿嘿 不要丟東西 台中漢溪夜市 穿粉紅色外套的婦人 更是情緒失控 拿起塑膠椅 朝呱呱樂攤商砸過去 不是我們採訪人不能說不行嗎 怕他拿來看沒有啦 因為麻煩也有關係啦 疑似因為婦人把在其他攤商 購買的彩券拿到這攤來換 被老闆拒絕 同心有人幫槍大罵三字經 但警方到場後 雙方又不願進警局做筆錄 大過年的吵吵鬧鬧嚇壞 還不少民眾 記者一旦台中綜合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漆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那7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